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建國研習班 主持鄭松泰 跟文之阿B 逢星期四 晚上九點至十點 建國研習班 日藝小知識 日本史上最高唱片銷量的歌手是Beast 他們由1988年出道到現在 單曲不專輯的銷量超過八千萬張 以上資訊由My Radio節目 刑能無雙環理智 逢星期二晚九點至十點 和理非非三十年有用嗎? 雨傘革命可以更勇武起來 但是正棍、左膠 用和理非非把整個革命糕造化 很簡單而已 為何我是梁振英 你是不是叫可恥 他會來台嗎? 他不會 因為你要實際行動 要是你就上來搶這個台 拉我下去 勇武抗爭 香港建國 每個星期二十點到十一點 會有我、阿Ray 和四眼哥哥 主持新的節目 素人起義 素人正義 四眼起義 你不是 你就覺得 素人正義 素人正義 四眼起義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 黃仁達 黃毓民 早晨 早晨 今天4月1號 愚人節 不過呢 大班 不是大班 最近有大班八卦 大坑說來 結果沒有來 本身是這樣說的 愚人 好 我們說回正經 今天第一件要說 亞洲基礎 可投資 建設 這是中國牽頭的 引起很多爭議 有很多人 迫不及待 就要參與 包括梁振英 昨天也很嚇 我們要參加這個亞洲行 讓議員沒有拉布 因為他要經過一些程序 可能就要在立法會裏面 給這個議員審議 所以香港的所謂參與 亞洲行 都可能有爭議 台灣更加不用說 牽涉到主權的問題 還有究竟是否黑箱作業 要不需要經過議會監督等等 這些在台灣一個民主社會 都會有人提出來質疑 因為這樣 所以昨天就發生了 這個所謂 抗爭事件 最後一天截止 台灣就趁最後一天 就入籍申請 但他入籍申請的方法 就是引人救病 他是怎樣申請 因為基於台灣 他對自己的主權 他其實應該經過外交部 然後再入籍 但這次他申請的方法 就是向國台辦入籍 然後透過他向大陸那方面 申請加入亞洲行 如果他向國台辦 就通過行政院陸委會 他對口單位 就應該是行政院陸委會 其實除了這個 所謂外交的事宜 你又肉國看 台灣民眾就很不高興 另外其實 另外一點 就是會矛頭指向馬英九 因為昨天整個抗議行動 就是由學生組織發起 其中一點的說法 就是馬英九 就是一人決策 去決定了台灣 是要加入亞洲行的 由於昨天 就是這個截止日期 3月31號 由昨天 馬英九 才召開這個 國安高層會議 去決定 遞交二項書 那就是昨天才真正是博取的 變了很多人就覺得 喂 你沒有理由的 你究竟民眾的諮詢 各樣是否公開透明 其實這個是反服貿協議的延續 是吧 這是太陽花學運的延續 大家都知道太陽花學運 反服貿協議 整個訴求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不想讓它赤化 你既然簽訂了所謂alpha 但是接下來要簽服貿協議 要簽貨貿協議 貨貿協議其實沒有什麼爭議 但是都因為服貿協議 就擱置了 於是這個貨貿協議 也沒有簽到 這個對台灣 有些工商界認為這個影響就非常之大了 事實上現在馬英九政府已經是一個閉腳合政府 反服貿協議的運動之後 它都沒有重提這個所謂的服貿協議 但是這個過去就一直強調 服貿協議對台灣的中小企業 或者工商界有多大的幫助 但是現在就不要說了 接著這筆就是所謂的亞頭巷 主要就是這個博鵝論壇 剛剛舉行完的博鵝論壇 習近平和蕭曼翔前副總統 其實在博鵝論壇 蕭曼翔參加過很多次的 蕭曼翔曾經是馬英九的副總統 他沒有做副總統之後 他其中一個很重大的任務 就做這個特事去參加一些區域性的組織 比如APEC 或者這個博鵝論壇 他就代表台灣有一個官方姿態 半官方又官方姿態 比如APEC 因為台灣可以以一個經濟體的名義 去參加的 用中華台北 但是波鵝論壇 因為是大陸主導的 他也是一個區域性的組織 都是叫中華台北 他就用一個代表的身份 特派代表的身份 去參加這個博鵝論壇 利用博鵝論壇 舉行期間跟共產黨的領導人會面 比如他曾經跟胡錦濤有見過面 這次跟習近平見面 但是很低調 因為大家對他跟習近平的見面 有些期待 但結果相對比較低調 但是在這次的博鵝論壇裡面 恐怕就是決定了 參不參加這個亞頭巻 OK 其實這個博鵝論壇 就是上個星期的事 不久前的事 就決定參加這個 但是當時也有 習近平也有提到這個亞頭巻 比如一帶一路 和亞頭巻這些 在博鵝論壇裡面 習近平也有些論述和宣示 我們估計當時 蕭曼祥已經跟習近平談了 回來就跟馬英九報告 然後就造成一個這樣的決定 所以民眾 其實很多評論 昨天因為出了這樣的消息 都是嘩然的 而且罵馬英九政府公然說謊 因為他便稱 其實這個所謂參與亞頭巻的決定 或者其實已經跟相關部門研究了很久 並不是昨天才召開這個跨部門的會議去決定 但是其實沒有任何證據拿出來 只不過是口合地說 現在整個關鍵就是 這些學生認為你是黑箱財業 跟上次反覆貿協議的運動有點相似 但是反覆貿協議那次 主要就是因為在立法院裡面 那個審議的問題 就是有爭論的 國民黨的立委 當時做一個小組委員會的召集人 就馬上說要通過 引起很大的爭議 這次其實馬英九 你說他沒有吸取上一次的教訓嗎 那又不完全是 但是他可能覺得在他任內 這個參與亞頭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這個是一個國家之間性質的一個組織 類似那些亞洲開發銀行 亞銀、世銀等 你一定要參與的 如果不是你被人邊緣化或者孤立 他自己可能有這樣的看法 事實上在野黨或者反對黨 他都不敢說一口咬定 不可以參加這個亞頭巻 他只不過是質疑你 你是要經過國會的監督 要諮詢 專業的評論去研究一下 其實你作為一個在野黨 如果準備執政的話 這些東西根本是應該做研究的 而且應該有結論的 所以這個是在野黨是非常之著數的 他是在罵 但是事實上到他執政的時候 其實他現在準備執政的 如果明年的選舉 明年的年頭的選舉 如果國民黨是會喪失了執政權的話 政權倒了 被人民推翻了 用這個選表 那你 要不需要面對這些兩岸已經簽訂的協議 或者好像亞頭巻這些問題呢 你一定要面對的 你不能不面對的 我們現在講學生的衝擊和訴求 這個我們都要肯定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學生去做這件事 你的政府是不會反省的 還有現在可能到了一個最後的deadline 他就要做了 但是之前的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在這個事件醞釀的過程裏面 你拿出來講呢 那事實上是沒有 現在你國民黨可能就覺得 我時間太闖出來不接 可能就好像我剛才說 上個幾星期之前 就是蕭曼祥去海南島 參加博鳳論壇的時候 就向這個習近平表達了 我們台灣也要加入這個亞頭巻的 那一個做法呢 就是現在台灣跟大陸 沒有一個正式的官方聯繫 他是通過一個 就是過去通過海峽兩會 就是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 兩個所謂民間機構 然後由官方授權 大陸的海協會就由國務院台辦 簡稱國台辦 就授權 他和台灣海基會 海基會就由台灣的行政院陸委會授權 兩個就去會談 協商兩岸有關的事務性功能性的商談 包括Alpha也好 服貿協議也好 現在這個亞頭巻這些問題也好 他都是要通過這樣的渠道去談 這次可能事情就比較緊逼一些 他都是通過國台辦和陸委會之間的溝通 你說他沒有官方接觸 現在那個所謂國台辦和陸委會的官方接觸 就比以前單純由海協會和海基會接觸 基本上是升格的 因為這個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也訪問過台灣的 大陸那個陸委會主任 這個前陸委會主任 黃毓奇有去過台灣 有去過大陸的 所以現在這個亞頭巻 因為他的意向書 你遞交這個意向書 他有一個決策的過程 現在的做法就是由總統府召開了一個國安會議 然後國安會議拍了辦之後 就交給這個陸委會 就向這個國台辦表達了台灣要參加亞頭巻的意願 然後由這個國台辦再轉給亞頭巻的籌備 籌備的秘書處 他的過程是這樣的 好了現在可能國民黨的解釋就是因為時間太闖絕 但是他那個關於 現在你台灣去遞向這個意向書 說加入亞頭巻 那麼這個舉措呢 他現在很大的焦點就好像剛剛 他認為你自我矮化 是的 你開初這樣說 這個所謂中國的國台辦 他要通過這個中國的國台辦去遞交 那麼你變了你就不是用一個所謂國家的身份 你變成整個自我矮化了台灣這個國家 尤其是主張台灣是動漫國家的 如果你在台灣來說 這個爭議就無日無日無日的了 如果你這樣說 那你去APEC你不要去啦 用中華台北的名義 他不讓你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對不對? 這個是拿來講的 因為他是只能夠通過這樣的舉道 是 他不是他用什麼方式去交這個 所謂參加亞頭巻 其實他們自己 比較主張台灣獨立國家那些 那一派的人 他們就會認為 這個是應該通過外交部去 對了 這個如果通過外交部 就代表這個是一個外交關係 那你現在的國民黨 那個所謂兩岸關係 它不是一個外交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現在的爭論就是 你獨派也好 或者強調台灣主權第一那些 就是要強調這個是台灣和大陸 或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國與國關係 對不對? 但是現階段來說 執政黨的立場就是一中國表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現在的兩岸關係就是 在這個九二共識的基礎底下進行 大陸那方面也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也是台灣 就是那個推動兩岸關係 一個死結 你剛才說得對 你用外交部的身份 就是用國家的身份 這個國家的主權的尊嚴 就有了 但是你對大陸的關係 在政府的立場來說 現在是叫做兩岸關係 它不是國與國之 而這個兩岸關係 就是通過我剛才所說的 一直以來的商談 包括你蔡英文 做民進黨時代的陸委會主任的時候 都是用陸委會的名義 和大陸的國台辦 還要透過海基會 和大陸的海協會接觸的 這個是陳水扁時代 已經是這樣的了 所以國民黨現在的白軍之將 快要倒閉了 因為見到你這樣的說法 他就會很生氣了 反過來明年 你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那你就用外交部的身份 和大陸談國與國關係 那就是鄧吵架 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但是我們不覺得這個政治現實 是必然的 OK 台灣也都應該繼續去爭取 成為一個國家的人格 和共產黨的所謂中國 要平起平左 尤其是對國際關係上面 就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好像他們的人 所謂比較主張台灣 是一個獨立國家的那一派 所以你要釐清現在實際的情況 你要要求突破 當然現在的學生提出這些訴求 我不讓你用陸委會的名義 去提出參與投行的議案書 這樣的話是自我矮化 有選國家 還要說到 這個很可能 將來就會成為一個所謂重要的依據 所謂法理統一的依據 意思是什麼 就是一些元首公開講的說話 或者公開主權的宣示 就是具有國際法的效力 即是現在你做一個這樣的 阿投康是國際組織 然後你是台灣 你作為一個國家 他們會說 這個作為一個國家 你這樣去做一個動作 你不是通過外交部去做 而是通過國台辦去做 即是你承認了自己是中國 即是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 你變成這樣 即他們就會上升到這個層次 現在 但是國民黨又會回答你 這個是一中國表 九二共識 現在沒有自我矮化為一個省 我也是叫中華民國 一個中國各自表純 我的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他的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吧 大家都承認一個中國這樣 現在台灣的獨派 或者民進黨 他就不承認一個中國 是吧 所以 問題就是在這裏 關鍵就是在這裏 所以這些爭論 基本上你一推動兩岸關係 它是無日無知的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變成了 究竟是台灣 即是 他去參與這個亞投行 是用一個什麼名義呢 現在是用比照這個 所謂中華台北的這個模式 如果在野黨現在 或者主張台灣獨立的 或者主張捍衛台灣主權的人 提出的訴求 那你就要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去參與這個亞投行 但是這個就不可能會接受你的 是吧 即是 不要說這個亞投行是由於大陸 中國做牽頭 你就算是其他的 即是跟中國有正式外交關係 例如美國 或者亞洲其他國家 或者日本 那麼他牽頭做這個亞投行 是吧 這個是國家性質的 政府性質的這些這樣的銀行 OK 你明白那個 那個是一個國家性質 或者是政府性質的 是吧 那麼他有沒有可能 給你用這個 所謂國家名義去參與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譬如 他們有些實證的證據 就是說 你官方文件 因為他要遞信的意向書 他也是一封信件來的 那麼其實 那些人就看回他遞信 那封信 阿湘傑可以拉大一點 左上 右上角那裡 就是主要攻擊他那一點 就是 如果你是國家 一個 連個國家名字 國家機構名字都沒有了 只有 只有 部長這個字 還有 台北台灣的字樣 根本就沒有任何國 就是沒有中華文 國號 只是一個地址 顯示了 你真的是完全是一個 自我矮法的做法 因為這個是官方文件來的 那麼他們就很生氣 對這件事 那這些呢 我又想說 就有少少少雙重標準 你今天台灣的 就是中華民國護照 加注台灣 兩個字 是吧 那你要經常用台灣 變成一個國家的國隔 就是一個國際間出現 如果你現在有槍人 你只是用台灣 代表中華民國 是不是 你偶爾叫人 不要用中華民國 代表台灣 那你是否雙重標準 所以對於獨派來講 或者現在民進黨來講 他自己也是一個兩難 老實說 到最後呢 我應該告訴他 你明年到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這些問題 你一樣比這班 賭國震線 一樣比這班年輕人動 一樣的 一樣的 反而有一點他們提出 我比較欣賞 就是他們說 中國是想借著 投行的資金 來增加權力 那譬如改革它裡面的 我覺得這個呢 這個反而值得討論 然後然後 譬如整體上來講 其實就對那些第三世界國家 就有個給他們牽制 以及就會增加了中國的權力 那其實對台灣來講 就反而不是那麼有利 這一點我覺得 他們看得很清楚 台灣之所以要快要加入 這個所謂亞頭巷 你們看回馬英九的說法 他都有一些理由說出來 但是剛才Christine的說法 也都是台灣有些人 他純粹從一個亞頭巷的功能 他去看為什麼要去參與這個亞頭巷 那麼利弊在哪裡呢 有些說法就是現在中國強大 他要取代美國那些成人 在這個世界上 在經濟金融那裏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 其實這種做法 我想取而代之條 你引銀子我就有銀子了 大哥大家鬥來 你有Roll Band 我就有這個亞頭巷 其實就是這樣 有些人認為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你去參與 你就幫他抬招 到頭來 你有什麼好處 可能好處未見到 但是壞處就是 你去幫他抬招 令到他更加壯大 到最後你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台灣自己自身是沒有好處的 他們覺得譬如 在台灣民眾的好處 是更加看不到的 就算對香港也沒有好處 如果中國真的變成世界強國 那你會覺得很難去抗爭 或者什麼 那你們激到那班 即是有很 合起來 有很 應該五六個組織 就聯合 學生組織 就聯合做了一個聲明 還有在昨晚的九點幾的時候 就聚集在總統府門外 就意圖衝擊總統府的 在九點幾的時候 之後被軍警攔截了他們 就衝不了 拘捕了二十多人 之後 其實已經有些人正在來 而且當時開始 網上那些 開始召集人群過來 呼籲人去增援 還有學生組織開始有Live 好像我們時報那樣 即有Live Stream 即是出Live 在網上可以看到Live 現場的抗爭情況 看得到 我們也看回一些片 就是剛剛 又說 又開始抓了二十多人 上巴士 上去地狗巴士 之後 民眾就 繼續來 那時候 現場大概二百幾三百人 這是什麼位置 幾點鐘 這個應該是大約十點過後的時間 就是總統府外面 還是總統府外面的時間 那時候就有二十幾個人 就逐陸逐拉上 現在我們畫面看到的巴士 那些民眾就希望 圍堵巴士 就不讓他們走 即是救回他們 阻攔他們 那見到的狀況 那時候有些民眾 是希望 開槍救回他們 對 開槍救回他們 很不幸 真的很難成功 而且 有人聲稱 被抓的人 在巴士上 那些警察 即是台灣警察 是有打他們的 所以他們就 現在看到我們畫面 看到外面的人 是舉起飛機 拍著裡面的情況 那麼 這個狀況 維持了很長時間 令到巴士 一直都走不了 然後 半個小時 超過半個小時 超過半個小時 最終 巴士就可以 走得到 那麼 我們現在看看狀況 最終的巴士 就是 因為 其實我們現在在畫面看到 除了我們看到 藍色衣服的警察 之外 我們看到一群 白色帽 白色衣服的人物 那群人物 是沒有任何襟章 沒有任何揮耗的 但是他們 應該是台灣的獻兵來的 那麼他們 就是一大群人的 一會兒 我們再看其他片 我們會看到 他們是非常大 就是圍著 總統府那條街上 除了 即是有兩堆人 變成 昨晚 對啦 現在我們看到 畫面就是 巴士 就走了 因為他們 鎖了人鏈 就擋住人 讓他們 不可以再圍堵 巴士 那麼去到 其實一直去到 那個時間 就很長 現場的時間 那麼中途 他們 警察 又好像香港那樣 舉牌 說你們 違法行為 呼籲 你們離去 十分鐘之後 如果你們不走 我們就會採取行動 是的 當時的聲稱是這樣的 當時的聲稱是這樣的 這個時分 大概是點多小時的時分 那麼 之後 當然沒有人理他 但如果我們看到畫面的話 幾條警察 拿著那個牌子 就沒有人理他 雖然過了那十分鐘 警方就還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但是呢 就為了防止有人 就衝擊這個總統府 那麼在附近的路口 就拉起了封鎖線 就只是可以給你出 就不准進 那就是一貫 就是你都見慣了 但是呢 他們的群眾呢 發現 因為你不讓人來 那就是沒有人增援 就是不可以去總統府 這個地點裡增援 那些群眾都很聰明的 那麼他們就慢慢呢 就去到 都是集結了在總統府那裡 但是慢慢之後呢 就去了這個 陸委會 就去了陸委會 就再去陸委會 就再去陸委會 那最主要去大批 陸委會的時分呢 就是基本上 3 3 去到3點 4點幾的時候 因為3點幾的時候呢 警察呢 就是台灣警察 警方呢 就開始想驅趕人群 就集結了一大群的警察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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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 enfermed う... there must be a kind of 防... 防... batt... Cle twitter 去到九點半的時候就會有一個記者會 對不起 本身記者會是九點半的 但後來有說七點鐘就開始記者會 不過暫時網上就沒有收到最新消息 關於那個記者會的消息 我們都講一講他們的四點訴求 第一就是拒絕主權矮化 第二就是提出實質的評估 是不是有需要加入這個亞投行 第三就是程序要公開透明 就要凝聚社會的共識 第四就是如果民意基礎不足夠 就停止經濟的合併 就是不要跟中國那麼close 這個是學生的訴求 這四點就是學生的訴求 這是聯合的學生組織訴求 但這個跟蔡英文的說法有些地方都相近 但是蔡英文就不說得那麼死 蔡英文基本上都是很囂張的 對著馬英九來囂張的 他說馬總統似乎還是不明白 為什麼人民對他這麼多質疑 這麼多不信人 這麼不放心呢 主要就是因為 你沒有可能加入一個 國際組織這麼重大的事情 就沒有一個完整的專業評估 沒有民主的討論 沒有國會的監督 沒有公開透明來處理 一定要是審陣認對 才可以確保國家的利益 作為一個在野黨他一定是這樣說的 但是到他做執政黨的時候 他都很可能要面對這些問題 網上有個笑話你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即是說那個小三 那個男人馬老就說 哎呀我小三對我真的很恩近 非常之好 但是我那個政室呢 哎呀經常跟我黑口黑面 於是那些人跟他說 千萬不要相信在野黨 因爲他執政專之下 哎呀 哎呀 不就是好像加油起事的 我們先休息一會